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台股一開始 今天當然大家覺得相對表現是抗疊 但是已經進入這個季線 生命線的保衛戰 到底這個台股在季線這個部分 守不守得住呢 因為大家覺得生命線是一個 很重要的關卡 一旦破季線 哇 這可能馬上多轉空 生命線 季線 守不守得住 Yes or No 圈貨差 請先幫我們按鈴 2比1 兩個人覺得守得住 有明哥會守住 所以不會破底 對 因為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連續幾個禮拜的一個節目裡面 有跟大家講 當時的指數 一路過了一個萬七之後 大家看得很樂觀 那我們有提醒大家 就是說 整個第三季的話 應該是一個高檔震大 上也上不太去多少 但是下也下不來 那應該是走橫的 那個時候我估了一個最壞的區間 大概在16,300到16,600 中值是16,500左右 中間的中 那這一次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這段時間裡面 確實也就是長這樣 因為所有你看到的好消息 最後就變成了 這個台幣貶值 或者是外資的這個賣超 但現在就是說 前幾天的一個低點 是在16,700 距離我們那個目標 大概還差100多點 不過感覺得出來 最近利空非常的多 但是因為季線是上升 有人在守季線 背後有一隻手在撐著季線 所以不管發生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你可以看到盤中殺低了之後 到尾巴的時候 基本上都可以拉上去 所以他用肋骨輪動的方式 把指數墊高 所以我認為 季線在這個地方 應該是守得住 但是你要真正大攻擊的一個時間 很可能要從10月 甚至10月以後的第四季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 好 第四季 10月份才會開始大攻擊 現在是有個大手在hold住 所以不會破 那陳彥你覺得這個大手不可靠嗎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現在的季線 如果是60日均線 大概在16,800附近 但是我到底要看60還是66 如果我看66的話 那是在16,700 所以到底大家在季線的防守上 有沒有共識 我覺得破沒有關係 我不擔心 我覺得反而破是一個好事 感情是要經過測試的 決心你一定要 透過各種的考驗 所以我覺得破沒有關係 你常常在做這種測試 對對對 當然測試都有過關 所以你看 我特別畫的是6月2號這個紅K 所拉過來的這個整理區 我反而覺得 因為它剛好跟季線附近有一些重疊 再往前一點點 5月底這裡有個跳空上來的一個缺口 那當時回測成功以後才攻 這個地方也形成一個支撐區 所以我反而覺得破季線我不擔心 即便破我覺得也是假破 所以我剛才說我雖然舉差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即便破季線 我認為也是一個假破 破了以後其實還是有機會 守得住這裡就很棒 OK好 所以破也是假破了 這個一下子又會上來 好也是比較正向看待 林茵老師 好我想其實我今天用這張圖 我們大概來說明一下 這個我們的加權股價指數 現在其實是上有壓下有撐 那上面的壓呢 我這邊也寫得很清楚 這個我們從圖形上面呢 可以觀察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這個高點連續有一個兩個三個高點 那這三個高點都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 這三個高點的黑K都有大量 我這邊也幫大家標誌的出來了 第一個高點在這個地方 是在我們大概在6月中的時候 第一次高檔最大量4580億的大量 第二次再來攻的時候 是大概7月中的時候 4900億跟4300億 兩根連續長黑K 那第三次再來攻就是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AI疊停板的那一天 4900億的大量 這三個大量呢 在高檔形成一個重要的壓力 把股價要在這裡 所以很清楚的 我們知道最近的行情不好做 因為只要一拉上來 這邊就有賣壓 好彷彿就有個空軍在鎮守一樣 但是下方跌下來之後看起來 又有一個重要支撐 就是我們剛剛大家討論到那個 季線的支撐 那我們從技術分析的角度來去研判 現在剛好面臨到季線的保衛戰 所以一天兩天三天 他已經撐在季線上面三天了 好 第一個我們來觀察 季線容不容易破 季線的方向我們說一條均線 看兩個 一個看方向一個看扣底 那它的方向是向上 所以我們說向上的均線 因為慣性的關係 所以容易有支撐 所以現在股價撐在均線上面 季線上面連續三天的時間了 第二個別忘了我們的季線扣底 剛好扣在最低值 所以呢這個運用季線的扣底的這個概念 我知道未來只要我們的股價 撐在季線上面 那扣底讓它慢慢扣高 那它只要扣 這個股價撐在季線上 那季線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這個防護罩 把我們的這個股價慢慢慢慢的往上撐 可是即時往上撐的話 也上面也有我剛講到的重壓 高點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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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認為現在是上有壓下有撐 大概會在這一個高點大概在1萬7千 400點500點左右 然後下檔的支撐呢 會落在季線的這條線之上 上下的來回去做震盪 那除了季線之外呢 其他的三條均線 也就是五均十均跟20日均線 這三條均線目前都是均線糾結 那均線糾結 當然我們都知道現在在等方向 所以大概下個禮拜 今天是禮拜三的時間 大概下個禮拜我認為 還是容易在這個地方做一個整理 做一個整理 那當然我們的周線有一個重要的關鍵 如果就周線來看的話 這個低點是絕對不能破 這個低點是周線的支撐線 這個低點如果跌破周線轉空投 周線轉空投對我們技術分析來講 是中期的空投 這個中期空投只要一出來 這個日線什麼線都撐不住了 所以呢這個目前上來看 是這個均線有支撐 那這邊我幫大家寫了 這個周線的支撐點 絕對不能夠跌破 所以即使跌破季線也沒關係 但是你前面我下面這個支撐線 一定要撐住 所以現在我們的大盤很簡單 上面有壓力下面有支撐 股價很容易在這個地方 來回做震盪 那就震盪完之後我們再去觀察 後面有什麼方向或者是這個行情 來去做決定 OK好 就在這個16000600點 17000400點附近這邊震盪 那大家聽了也會覺得 稍微安心一下 因為這個三位都不覺得會在破底 那這個守得住的關鍵 我們還來看看我們的台積電 台積電最新消息是 要這個全球大佈局 德國也要正式開始擴廠了 那麼今天這個盤面上反應是小掌 技術面來看的話怎麼樣來關心呢 永明哥看好嗎 德國這邊的話 我看中信偏保守 因為主要的原因就是說去德國做這件事情 是不得不然 因為 每次都不得不然 對 你沒辦法 因為你地緣政治的一個關係 這有的時候是被人家槍桿子抵在後面 要去做的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的話 德國本身不是這麼好搞 第一個你的人才也不夠 第二個的話你缺工的狀況 那你的工會又比美國更強悍 所以種種的一些問題 其實對他以後是一個比較大的考驗 比在美國更難 對 各位如果你看到最近在美國的 這一些案例的話 你會發現他法蘇會有特別提到 因為美國的缺工 所以他的整個量產時間 要從2024提到2025 那如果現在2024德國要量產的話 你覺得2025做得出來 我不認為 那即便是這樣 那這第一個 第二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台積電現在是跟恩智浦 英飛林合資公司 可是你要知道恩智浦跟英飛林 都是IDM廠 他們基本上是一條龍的 一貫長 那你現在在做這件事情是跟他有競爭的 就即便大家拿一部分的一個資金合作 來去做所謂的晶圓製造這一塊 可是你恩智浦本身就有製造部門 那你的英飛林本身也有 那你到底產能要怎麼去劃播 我覺得這個未來也是一個重點 那技術面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要提醒大家 因為我的看法一直都沒變 我說如果你之前 有賣在這個中間任何一段的話 我覺得546附近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買點 那這個地方壓回來了之後 這是僅限在上去 那很多人會問說 那台積電的546等於大盤的多少 我跟各位講 如果按照現在 AI很多的股票把指數給墊高了 因為你知道伺服器的一些股票都有全值 那金融股今天也有來幫忙 所以如果說今天台積電的546 配上其他的股票來抵銷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大盤的16600以上 也就是剛剛林穎老師 我覺得非常贊成 就是你那個項限不要破 那即便台積電來到546 但是別的股票撐住的話 16600就不容易破 Ok 所以546是一個相對比較好的買點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對指數看法 三位其實也是樂觀偏保守 但是我們看看外資大摩 現在樂觀預期說是19750點 這已經超越瑞盈的18960點 也是外資圈這一波史無前例的 覺得台股會創高峰 這奇怪 外資是在賣 但外資圈最新報告是到了19000 這時候台股估值被估得這麼高 真的假的 背後在想什麼 我覺得第一個 我們大家都會覺得大摩是陰謀論 那大摩基本上今年是看美國看很差 然後一直到大概7月中的時候 被扒到受不了了才開始翻空為多 那也就是說其實他現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我覺得他有一點點過於不及 也就是說他之前看不好的時候 他現在又把因為AI的關係 又把他看得很好 那你知道人其實就是這樣 當你翻空為多的時候 你要去說服那些 因為你看空言論而賠錢的人 那你要怎麼去處理呢 你就給他造一個更大的夢 你就把他喊更高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即便我現在在這個時間補了 我後面還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常常我們會看到很多言論的翻轉 到最後都語不驚人死不休 其實這個跟投資心態有很大的關係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一萬九千多 我覺得這個點是立即在你整個AI要很好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AI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它的比重太低 你看它複合成長率都很高 什麼今年到明年都是百分之百的成長 甚至超過百分之百 可是你知道它市占率如果從一%變成兩% 其實那個對整體的營收的一個狀況 並不會影響很大 獲利也不會影響很大 但是如果你要dream這個東西的話 做這個夢的話 這一波可以 可是你未來如果要這樣的話 你就必須要有成績單 所以我覺得說 AI當然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 但是它反映在獲利上這件事情 沒有那麼的絕對 那你沒有那麼絕對的一個獲利的話 就撐不了台股到一萬九 所以我覺得如果緊繃大概就是前波高點 一萬八千六百一十九 甚至以下應該是一個比較可能的方向 OK 陳彥怎麼看 當然你要到兩萬 我們當然用一個比較理性的方式去推估 也不要說有沒有可能會不會 這當中我覺得主要的觀察 當然還是台積電 因為畢竟它占權重最高 如果台積電上不來 光靠現在的AI部隊 我覺得推升的空間也有限 那如果要靠台積電 我們就 我都用一個很Rough的 大家不要霜我 因為我就是譬如說台積電漲一塊錢 台股推升10點好了 我們就用這樣來算 那3千點 如果照現在這樣大概是要漲3千點 那3千除以10 那台積電要漲300塊 你說你只靠台積電一個人 這一人五零不公平嘛 沒關係 那我們就說台積電 在上漲過程中 它也包括AI金融 大家都來助陣好了 那台積電至少要出200塊的利吧 對不對 就是大哥買單 但你也不可能全買 旁邊的這些 小弟也要跟著買一些 那200塊 那現在的股價大概在550 附近200就750 那這個可能性高不高 那如果說完全靠台積電 那要找300要漲到800多塊 我覺得難度是有 難度是有 所以到底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當然我覺得今年 目前要看到還是有點困難度 或許明年我們再來討論 可能可能性會高一點 ok 好 今年就看看想想就好了 另外來看 美股最近當然壓力蠻大 包括這惠譽條件美債 雖然是巴菲特勇敢的 這個進場去買美國債券 但是我們剛剛今天也看到 最新是包括這個MUDI這邊 也把很多美國的多家銀行是降頻 那麼也瞄準了幾家 華爾街知名的這個財經的機構 那現在看起來他已經講了原因 高利率的還是會繼續來衝擊 這樣的一個資產的價值 這點要怎麼看呢 永明哥 最近MUDI很有事 第一個他先把美國的國債給降頻 然後第二個他又把一些富國銀行 或美國銀行這些給降頻 那原則上我覺得他是不是覺得 不在這個時候發一點嚴 感覺起來好像沒有參與感 什麼刷存債感嗎 對 有一點點是這種感覺 為了他刷存債感搭賠這麼多 對 那這三家其實 因為你知道信品公司 總共在美國有三家 都是美國級的公司 所以你說這些東西 就算你把平等調爛了 可是你覺得那些銀行股 會不會買自己公司的公司債 或者是美國的投資人 或世界上的人 會不會去買國債 美國國債還是會啊 所以你怎麼調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那個只是消息面 因為受到你的這個部分而衝擊 我比較擔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今天的盤後 超微是跌14% 我不知道收盤的時候是跌多少 因為他公告了他第三季 這邊的一個這個獲利的狀況 確實是沒有那麼好 不過他也有解釋 AI的狀況很好 可是市場沒有買單 那我們去深究一下 這個訊息的內容的話 比較傾向於是 台積電的COVAS 這部分的產能不夠 所以導致AMD這一塊的營收 還沒有馬上顯現出來 那如果是這個因素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沒有關係 比較怕有什麼 其他的併發症跑出來 那整體來講的話 我跟各位來看一下 美國的一個狀況 現在比較大條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美金該落不落了 因為最近的一個美金 基本上在這個區塊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形成了一個板函 那原則上的話 只要他一直占到101 這個美元指數的話 其實對全世界的貨幣 就會有貶值的壓力 這第一件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各位去看納斯達克 有一條比較重要的頸線 在13774點 那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剛剛林老師在說的 就台股的頸線16600 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也不要破 然後呢 現在廢半的話 今天晚上就要受到考驗 因為超微的關係 那它的一個支撐點 應該是在3648 如果這幾個點能夠守住的話 我倒認為美股其實比台股還要強 你看台股現在感覺起來很熱鬧對不對 那是因為台積電還沒進來 台積電進來指數就出來了 對 但是台積電只要一進來的時候 指數一出來的時候 其他股票又倒一片 OK 又變成一個人的武林 對 所以我們不喜歡這樣的狀況 所以現在這樣的一個情形 指數不要漲太多 讓個股去輪動 那美國這邊的話 反而是全支部漲得比較兇 有一點不一樣的狀況 好 所以台灣現在個股 還有一些這個表現空間 怎麼選我們待會講 謝謝你們 謝謝 distributed 感谢观看